哈囉!大家好,我是迷你專家小鈺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今天來跟大家聊聊什麼呢? 來聊聊,大家都很想要了解說 譬如說自己有沒有天命啊 自己可能上輩子跟什麼東西有關係 等等之類的 那老師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這個 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問了很多什麼通靈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一些系統性的東西 但是基本上你會發現他們講的其實前後都會有落差 那老師跟你說,老師今天跟大家論的東西 就是一個非常有系統性的 它叫做指揮斗數 指揮斗數呢,基本上除了可以算命 它可以看見你本身命中被註記了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的前世今生 那老師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去看自己的命中 有怎麼樣被註記什麼事情呢?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看這個東西的話 你必須要先了解自己的這個生成八字 你的出生年月日 那你可以距離去上網找一個指揮斗數的命盤系統 這命盤系統呢,至少要看得到三等星 就是至少要看到什麼龍池、鳳隔等等的星數 然後你在早書上面有寫你的命功 就是你自己的命,你有註記的 因為派系很多種,可能有人看深功有人看福德 那我們今天講的這一集是針對你這一世哦 是你這一世哦,我們不論前世哦 就你這一世的能量 然後來論論看你這輩子可能有什麼樣的任務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OK,大家準備好了之後 我現在就來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如果你的本命功啊 本命功中如果有華蓋心的朋友 基本上你這輩子就是超級跟佛有緣 你這輩子基本上你好好地繼續修下去啊 基本上佛教的四大果位 你應該是修得到其中一個沒有問題了 所以請你努力地繼續修行 然後利益眾生 基本上你這一次要成為一個 這個佛教的果位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下一個朋友我們要看到就是 這個叫做風浩 那如果你有風浩的朋友 基本上你這一次啊 以道家系統來講啊 你要成為神 應該也不難了啦 所以也是一樣好好的繼續努力修行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了 然後如果你也看見你自己的本命功中 有這個三台跟八座的朋友啊 三台跟八座 那不管是單一或是兩個啦 兩個的話級數比較高 代表你原本是仙人 先上下來的 來人間可能來補修 或是來解決一些關卡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你命中有這個系統的話 代表你上輩子基本上也是先介下來的 好不好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龍池跟鳳閣 也是一樣 如果有兩個放在一個本命 代表你比較高級 如果單一碰到一個的話 代表你上輩子也是皇清貴族 所以這類的朋友基本上 老是遇到的啦 他潛意識中都很喜歡高級的東西 他們喜歡宮廷風 因為他們上輩子就住在這些地方 好不好 那如果你也命中有恩光的朋友 那基本上你這輩子還是替神做事的 就是替神 替天行道啊 做事行的朋友 那如果有遇到這些朋友的朋友 基本上我也會建議你 好好的修行 提升自我的能力 那這修行的部分不代表一定要會做法等等的 哪怕是你去做志工 也是替天行道在做事喔 那如果你本身是天污的朋友 天污代表你上輩子啊 就是做有關於可能巫師啊 或這些祭司類的工作 所以你這輩子可能會對宗教 要特別的有興趣 那如果你本身有天涼或是天積心在本面的朋友 這輩子也是跟佛啊 比較有緣 那當然這些朋友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對於因果啊 或是對事情會有一些比較不如意的地方 對你可能跟佛有緣 你會比較容易不如意 因為你都是來修行的 所以很容易遇到一些關卡 所以有遇到的朋友 也不要覺得說 哎呀我怎麼特別的沒有想像中的順 大家都以為跟神有緣 特別順不是 很多是因為你有緣分 所以有些是來重考的 那基本上就是前面一開始講的那兩顆星星 是這一世最有機會修成 這個阿羅漢或是神的朋友 因煞或是天行的朋友 那你是業力很重 業力比較重 那我所業力重我不是在說你不好 是你這輩子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辛苦一點你做什麼東西 或是家庭環境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你會覺得事情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你的業力比較重 那業力比較重的話 也不要擔心多行善布施 做好事 一樣可以逆轉勝 因為這輩子是來還一些因果債的 我們反而這些朋友阿 要更加的努力布施行善 更加的用功 好不好 把這些業力還清 其實你不要以為業力重就一定會過不好 不是的喔 是你努力的替天行道 替神做事做對的事情 雖然你業力很重 你一樣可以過得很自在的 了解嗎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的命中阿 有這個天遙阿 閒池的朋友 那基本上你就是桃花債 上輩子桃花債太多了 這輩子被助記來還 這個桃花債了 所以這些朋友可能就是桃花多多 可能哇人見人愛等等的 但是其實你是來還清官的喔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比較辛苦的一些星星 如果你自己本命中阿 有這個地空地結在本命 基本上這個是冤親在主很多的一個 這個這個模式 所以這些朋友很容易被阻礙 或者是明明就好事情給他 他就會突然神來一筆 選擇錯誤的 所以如果有這些朋友 這些星數在本命的朋友 也不要太擔心 持咒念經多不失 就是不要害怕好不好 因為已經足跡下來吧 因為我們已經轉世為人了 那我們這次好好努力 下一輩子也會更好的好嗎 然後如果你自己本身有這個 零星阿跟陀螺 在本命的朋友 如果你有零星 跟陀螺在本命的朋友 你可能比較容易跟人家口舌是非 或是搞不清楚狀況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業障 以及冤親在主的一個象徵 但是也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那老師大致上把一些 大家比較公認 就是這些星星代表這些東西 我們是只論這個本命功 其他的功就不用特別去論了 那如果你今天跟我說 老師 那我們怎麼去改善 那老師會教你很多的方法 但是不外乎就是持咒念經 跟不失行善 那我們一樣好好把握這一次努力 因為也許下一輩子 我們就會過得更好 或者是有機會修上去好不好 所以大家都不要預設立場 那如果你有很多的不了解 或是說你自己用這細筒之後 你很想跟老師討論 你可以把它截圖下來 就是把你的命功的位置截圖下來 你可以到IG找老師 老師很願意跟你簡單的討論 針對這個前世今生的東西 好不好 但是請你一定要務必自己先把圖解好 你不要來了就把命全部都丟給老師 叫老師幫你去做這些排盤啊 或是解析幹嘛等等 我們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絕對不是那個你丟著就放著就叫老師 去幫你做這個處理 好不好 那今天已經把這個大家比較公認的一些 這輩子有沒有助濟天命的一些心術 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你本身有被助濟的朋友 請你一起努力利益眾生 那如果你是被助濟業障中 或是這個冤心在鼓多的朋友 一樣多放生 多行善 多做好事 一樣可以越來越好 好不好 那希望這一集分享給大家 大家會喜歡 一樣你會喜歡 老師這集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喔 掰掰